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乌云 小花急忙拉动操纵胆 她试图攀升到一万英尺 希望可以避开乌云 可是谁也不知道 之前掉落的螺丝因为两次不动 此刻已经滑落到关键位置 就在飞机到达两万英尺时 小花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操纵胆推不回去 她马上告诉小伙伴们 飞机卡住了 她不断努力推动操纵胆 可是飞机纹丝不动 眼看着高度还在继续爬升 情势无比紧急 下一刻 在小伙伴们惊呆的眼神中 他们看到了眼前的景象 一时间不由地都呆住了 这团云层风暴之大 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小花连忙操纵飞机转向 可是云层滚动的速度 却出不意料地快 飞机很快被吞噬 他们陷入了一片黑暗 而仪表显示 他们此刻的高度 已经到达三万英尺 小花震惊地说 不可能 这不应该 肯定是仪表坏了 于是连忙对着塔台呼叫求救 可是即使她不断调整频率 却根本没得到任何回忆 一时间小花不由地陷入了手足路错 能见度为零 没有导航 他们很可能撞到高山 不然他们想到了手机 可是在这个强度的干扰下 无线电都没信号 手机又哪来的信号 紧接着 更紧急的事情发生了 新手司机小花恐惧地发现 飞机居然失速了 于是急忙让小伙伴 马上丢出去不必要的东西 小命当前 大胖和单身斗压下金方 一把拉开舱门 抓着东西连忙就往外丢 别管什么衣服食物贵重物品 此刻都没小命中了 好不容易丢完关上舱门 小花却回头告诉他们 一个更危险的消息 还剩余一个小时 燃油就会燃烧殆尽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紧接着小花再次发现一场 此刻的机翼 因为低温已经在慢慢结冰 连来飞机不知道已经飞到了多高 储兵系统因为低温原因 已经失效 小花告诉小伙伴 现在我们只能出舱 手动检查把尾仪修好 不然我们很快会因为 爬升动力不足而急速坠落 最后就是击毁人亡 单身狗一听 马上就自告奋勇出舱 他说自己12岁就开始爬山 完全没问题了 紧接着 他一把拿过绳子绑在机舱上 并绑上大胖形成双重保护 深深的呼吸几口冷冽的空气 对着外面一跃而出 可是飞机却因此再次一阵摇晃 小花急忙尽力控制着飞机 试图能平衡过来 而单身狗也试图挪动身体过去 可是下一刻 好在单身狗体力超群 居然一把一把地抓着绳子慢慢挪了拐 要我说这小伙子真的比阿汤哥都猛 只见他就这么在2万多英尺的高空 一脚一脚地踹着金翼 随着他的一脚接一脚 金翼卡住的螺丝终于松动 小花惊喜地发现 飞机又恢复了空中 可是就在单身狗准备回来时 危险随之而来 为了活命 大胖马上从兜里摸出小刀 一刀接一刀 终于成功割断了绳子 随后一把拉上舱门 可是因为单身狗的死 其他人都陷入了一阵悲伤 随着情绪逐渐平复 小花开始呼叫地面 可是回应依旧是一阵阵地刺了刺了 根本没有回应 他告诉小伙伴 我们可能遇到了太阳黑子的干扰 可就在这时 飞机忽然撞上了未知物体 小花也因此陷入一阵眩晕 再次醒来 却发现窗户已经破损 而大胖正在对着窗外生死历劫的大号 显然金发妹被突如其来的撞击甩了出去 可是大胖转头却怨恨起小蕾 他认为明明小蕾离自己女朋友最近 却没有救下他 眼看着大胖一脸凶狠 马上就要把小蕾一把丢下去 小花连忙开启自动驾驶 随即上来一罐子敲晕了大胖 这才把小蕾救了下来 可是没想到 大胖居然又迷你不呼站了起来 而此时飞机遇到气流一个颠簸 晕呼呼的大胖一个亮枪就栽了出去 小花连忙上手 试图抓住大胖 可是毕竟力量有限 只能眼睁睁看着大胖就这么被甩了出去 小花再也无心驾驶飞机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要不是自己刚拿到驾照就这么无脑 三个小伙伴也不会死掉 小蕾安慰他 这不关你的事情 可是就在这时 飞机再次遇到气流 求生的意志让小花再次努力控制着飞机试图冲出去 可是不久之后 他恐惧地发现 左侧螺旋桨已经失效停止转动 眼瞅着在不知多高的高空市区动力 这下肯定完蛋了 于是小花对着男朋友一口砍了过去 死前总要浪漫一下 可他们没想到 中国有句话叫山虫水负一无路 柳安花名又一村 下一刻 他们就这么穿破了云层 懵逼归懵逼 小花还是没忘记求救 急忙联系塔台 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回应 小花终于松了一口气 暗自下的决定 明年五一 打死不开飞机 原剧有点恐怖 山茧较多请见了 无论 我可能没人 两百合 We're gonna make it